第一站來到安德惠普的大廣場 安德惠普的這些牌屋是由雙人所興建的 不像意大利的文藝復興那樣 一般由宗教勢力又或者是偉族所資助 雙人的生意頭路是要善用他的地積比 當年安德惠普作為一個貿易城市 好像今天的香港一樣 租金很貴的 所以他們的建築比起意大利的版本 是窄很多 一排一排 並且窗口是很密集的 因為要看到城市的景色 才可以買到好的價錢 因此產生了這種北方文藝復興 和意大利那種很不同的建築風格 這些商會的guild house 的variety多很多 例如這個有雕像在這裡 就是做雕像工藝家的商會 然後旁邊這個紅白紅白 像bacon的顏色 就是專門販賣煙肉的豬肉行業商會 有點像今天的五風行 而後面這些商金的 就是各種金銀首飾和鑽石商會 因為當時比利時 是其中一個在江古的殖民地 成產鑽石 所以就解釋了 為何各種貴金屬的加工業 都是這麼發達的 逛了一整天 也是這套的時間 試試比利時的名菜 青口 大家可能會覺得奇怪 為何只剩下半碗 因為太好吃了 我吃一吃一看 忘記了拍攝 這個青口比法國的濃 濃 嚼勁 味道是不一樣的 法國的海鮮味 這個是肉味 而且法國是流行生食 比利時熟食 有什麼樣的鮪魚 很有嚼勁 小小粒 不要看它 它好像不飽 這個成這麼多 是用1.3kg的青口 為大家介紹多一道菜 有沒有吃過 兔仔 這隻都是比利時的名菜 是用暴魯日的啤酒 去熬白兔 這裡的份量就是一隻兔仔一腳 好像很殘忍 我既然吃兔仔 因為如果你沒吃過兔仔 我會形容不了 究竟是什麼味道 我只能夠用一些餅魚 是很嫩的雞野質感 加很輕的羊的酥味 但不是臭的酥 是一個田野的感覺 這個是 而它僅餘的酥味 又比啤酒中和了 覺得我的臉很紅嗎 人家說這隻霍魯日的啤酒燈 白兔是有8.5%的酒精液 我覺得是真的 吃完之後好像醉醉地 希望我還認得到酒店 到第二集 來到荷蘭 錄特丹 Rotterdam作為一個港口城市 要感受它的魅力 最好的方法就是游船海 這次的Board Tourer 會帶我深入陸特丹港口 近距離看看 一些轉油平台 普通的貨船 以至各式各樣的工程船 最經典是被我看到一艘掛著海盜旗 不知道是不是海盜旗 不過像是荷蘭人的幽默 這艘觀光船不錯 分了三層 如果你嫌上層吹得太大風頭暈的話 可以滾到下面 休息一下才上甲板觀光 大家都知道 我很喜歡歐洲北部的解構主義建築 沿岸看到一格格的Cubic 都是一種視覺享受 不得不提的兩位大師作品 左邊UN Studio的天鵝橋 還有右邊OMA事務屬的DeRotterdam 加上一些新秀 例如Nutris Hedding的STC總部 都非常滿足 這次我帶了一個朋友出來 就是我當年在NoWire is Change的時候 就認識的朋友 Cheers Bow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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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ramon就是有這種 在喉嚨裡面震出來的聲音 讓大家看到 Vibrating sound is Mm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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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說一句 再來說啤酒 Toran的啤酒跟香港的酒很不一樣 它是輕很多 沒有那種苦澀味道 所以應該會更好味道 是否很大份呢 今天是星期四的餐廳正在做的 我們開動 飲飽食醉 來來夜遊Rotterdam 這是Erasmus Bridge 它是名為Desiderius Erasmus 是一名人主持人 很多東西在Rotterdam都名為他 像是在Rotterdam的學校 像是在Rotterdam的學校 今天一片藍天白雲 最適合婆拉人最喜歡做的東西 踩單車 因為Rotterdam的現代建築 都是偏佈在一些新發展區 那裡交通未必那麼發達 所以如果你有單車的話 就方便很多了 你看我的機器 有相機在這裡 現在來到海牙了 一七集見到很多Art Deco的建築 感事不宜遲 直接走進藝術館找Vermia 身後的Women with a Pearl Earring 被譽為北方的蒙羅麗莎 她是Vermia的作品 是我其中一個最喜歡的荷蘭畫家 因為包含時期很多畫家為了畫面容的光影 通常都會令你整塊臉被人卡在一半 Vermia雖然可以做到光影的深度 但不會犧牲圖像的清晰性 Vermia最喜歡在畫作上 點幾點實色來提升它的質感 今次就選了在眼珠和嘴唇的角落 點了兩點白色反光 令它有水汪汪的回眸一笑 那就將整幅畫提升至另一個層次了 海牙的火車總站也是很過癮的 鐵路會穿過建築物的牆 然後走進火車站裡面 那我就去下一站Amsterdam了 來到全馬姆斯的單最好吃的Pancake店 是這一位 還介紹我們來的 準時12點開已經有人排隊了 所以這個就是韓國的方法嗎? 那是韓國的方法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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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韓國的方法 還有一種焦糖的味道 蛋漿沒有很漂亮 加上煎的氣味 很不錯 你看到它是黑黑的地方 而且這款方法很彈牙 而且這個方法很彈牙 整個精華是有問題的 現在還有十幾個甜味 這次積慶到Amsterdam 到步才預訂酒店 哇 貴得嚇死人 幸好這個朋友在他家住一晚 還帶我去超市 看看荷蘭人是怎樣購物的 去完超市之後呢 你按完飛機 他會出了一張收據給你的 你又有收據才能夠開門 我即是說你出不了這個閘口 萬般不捨得 都是要回香港的 給你空中看一次 Amsterdam最有名的運河 好 期待下一個旅程 大家見面吧 拜拜 拜拜